恰似吴问西东,少女陈晓莹在《风火》中写下的一封血书。 摘要1945年在祖国遭受蹂躏之时甘于魏国专屈者慎重本文主人公,当年14岁的少女陈晓莹就是其中之一,她有着与电影《吴问西东》中沈光耀相似的家事背景。 她的父母是文摊耀眼的作家陈希影,林书华但这可再大后方求学的小姑娘一心想要冲向前线,一个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殿国家民族亿万载不朽之根基。 一封不让屈眉的女子血书电影《吴问西东》,犹如丁柳隆东的一声炸雷,响彻在影迷的耳畔闪现,在观众的眼帘澎湃在你,我的心中观影折点赞。 最多的莫过于沈光耀了重口一词,趁他是有勇有为有私,想敢担当的男子汉,真正的民族脊梁,恰在此时圈内的一位朋友给我传来文。 自图片全文如下,希历1945年7月24日,农历6月16日中华民国34年,晚沙二时半对月空宣誓。 从此日起,我已与中国中华民族以及全体人民,杰林荷尔唯一永远尽忠是他结我最大的精力,防止一切罪恶不正乌,够他的面目将我万力身体灵魂交付, 与他绝不将心力分在任何别的人事物事,尚未他生为他死以个人数,十年必死之生命殿国家民族一万载不朽之根基此事。 天地日月清晨以及亡固之诸伟大魂名共建,陈铁云锦氏,印,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清,七二,这是一篇效忠祖国,民族的誓言。 用毛笔书在大白纸上其纸,以泛黄发,翠蛇印,重重实际斑斑用纸续写的,我祖国万岁,几个字依稀可辨至今已七十三年, 已从字面上看气概,凛然文艺畅达,国家情怀悦然至上,有硝烟将场绝笔之楷,四季一笔一画有铁画银勾之行, 有点民国文艺范儿尽管在潜词造句上,或有可斟酌之处仍不识为至地有生。 读了我心为之震撼良久询问上传的朋友,陈铁云是谁,手机上跳出两个字, 我呀,我陈铁云者陈元陈锡营自通博,林书华之女陈小英已刻下仪式, 八十有六的茂迪老人已可谓沈光耀第二, 陈小英的家境于沈光耀类似其父陈元博士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, 1943年为国民政府委派到英国任中英文化协会主任, 复英宣传抗战1946年, 出任国民政府常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, 其母是,家使胜过张爱玲才情不输林辉音, 得林书华不同的是审视西南连大的深深学子巫视男儿, 陈时乐山五大副种初中部的小女生金国不让须眉, 一颗从军救国的少女新小英, 是与我有二十五年过, 从的老朋友她的儿时玩玩扬静远, 无令华等于我都有交往。 她的这篇誓词引起我莫大的兴趣随着电话采访, 搜罗相关资料梳理出她童年, 少年时的形象小英, 儿时父母忙于教学,写作, 边看我无暇管她她变成了十分任性的野孩子, 爬树摘过下壳摸鱼在草地上打滚, 疯得很, 她聪明, 勇敢, 活泼, 调皮大家都宠她她无形中成了小伙伴们的, 魔头, 小学, 中学同学, 无令华, 无奇伤女, 说, 小英那初花点则小学四年级时我画了一只鹰老师说, 画得不错, 让我把背景修改, 一下留作成绩小英非要我把背景涂成黑色, 结果面目全非我懊悔死了, 小英说, 你画的是我, 我是永英在夜里老强, 无令华变白坚说话的是自己, 我是山英在山顶上飞, 两人吵了起来吵呼了, 陈小英, 前排中, 与儿时小伙伴们无令华回忆, 小英每干一件事总要鼓动大家一起干, 有一次, 她要我们女生每人以一种水果, 给自己起个新名字有叫, 樱桃的有叫, 葡萄的小英, 别出花样说她叫, 梅, 平, 梅子家平过高人一招, 更有趣的是她胆大赶出老师阳相教英语, 那老师是四川人走路, 喜欢摇摇摆摆英语单词, 美丽, beautiful发音如同, 冰铁壶独符, 一次上课那老师迟到小英, 便在教室前扭动身子, 学她一摇一摆的走路嘴里念着, 冰铁符冰铁符, 后来, 冰铁符, 变成了那老师的绰号, 在学校喊开了小英语班上女生郭玉英, 仰眼之稿, 桃源三结义, 还不过瘾, 又与男生李永迟, 方克强结拜把兄弟抗战师他给自己起个名字, 叫陈铁云说, 自己是女孩身男儿新, 说, 铁。